数学高材生路易 他扮演的是一个学霸的角色 跟他这一段 圆了我的初恋梦一样 好开心 好激动 后有钻石王老五 王志文 现实生活中 很多女性会觉得 这样的人是比较完美的 就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电影《北京遇上西亚图之》 博尔情书中 女神汤维偏偏把这两位有情人 抛在身后 和大洋彼岸的房地产中介 吴秀波玩起了以信传情 从一本书到一份情 这份唯美爱情 在感动观众之余 也让涛维感触泊深 不曾见面 但是却有温暖的话语 无名的信任 恰恰是让我感激 感动 安全感 到最后发现竟然 有一份感情 已经在那儿 悄悄地开始了 挺好的 当那本书拿到我手的时候 我当然会迫不及待 就开始看 一边看一边就是一种叹息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 他像个童话 对于这段书信情缘 文艺女神的解读 自然是满满的罗曼蒂克 而内涵理性派的播出 偷袭的就更加入目三分 我更觉得这个故事 讲出来是两个人的孤单 然后现在新出了一种 取代性的东西 叫朋友圈 朋友圈为什么天天要写 其实你就会发现 写朋友圈的原因 不是因为看不见你 或者看不见他 而是因为看不见自己 就是夜里发了六个朋友圈 等着把朋友圈回 好知道自己在朋友心里的位置 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鱼泽舞厂编辑报道